我之前跟她离过一次婚 后来因为心软 跟她互婚了 那段时间我是跟我婆婆公公在一起过 生活上相处的不是很愉快 后来我们俩就决定自己买房 然后搬出去单过 我们俩搬出去单过之后 我跟她是希望能在一起好好过的 但是没想到她的变化那么大 对我跟孩子一点都不好 我之前跟她离过一次婚 也不想再跟她提出离婚 可是现在这个日子过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希望老师能够帮帮我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余先生三十岁来自河北个体 余嘉宾刘女士三十二岁来自河北个体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应该算闪婚对不对 算吧 认识半年就结婚了 对 那是哪年来着 110年 你提出的 她提出的 结婚是她提出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年龄都差不多了 感觉俩人关系还不错 经人介绍认识的 结果呢 日子过了三年 到13年的时候就离了是吧 对 谁提出的离婚啊 我提出的 为啥 为啥呀 因为当时我们俩结完婚之后 跟我婆婆公公在一起过嘛 生活就不是很好 就是有点小摩擦 老是吵架 后来就决定离婚了 你决定了 你就同意了 她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是被逼的 这也能被人逼 后来在同年 你又提出了复婚是吧 对 然后你又同意了是吧 毕竟那时候已经有孩子了嘛 为了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就复婚了 那复婚以后 她也没让我消停过 她复婚也是她逼你的吧 复婚她提出来的 但是我父母也有意撮合 让我俩复婚 今天为什么来啊 就是复完婚之后 我们还是跟婆婆公共在一块住 之前就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事 过得就不是很好 然后复完婚之后 那时候我就有想法 就想着两个人自己挣钱 来买房 好善 然后搬出去当过 这样的话 我婆婆公共他们自己也好过 我们日子也好过 省着在一起 就是老是吵架嘛 搬出去了 搬出去了 那这儿啊 她复婚的时候 家里边也没钱 她非得搬出去过 那这儿我爸他身体也不好 得了那个鼓鼓头坏死 重体力干不了 然后我作为儿子 我应该从家也是 干点力所能及的 然后他们在家 可以帮我照顾孩子 后来呢 后来她就是非得自己过 不是搬出去了吗 搬出去了 我也是被她逼的 她又一次拿离婚 跟我说 不搬出去她又想离 你说她都离过一回了 再离 我这个人 也是耗面子嘛 然后我没办法 就顶着头皮吧 婚家之后怎么样 分开过 分开过之后 就是我是想跟她在一起 好好过 就没想到 她的变化挺大的 什么变化 就是对我跟孩子 就一点也不太好 家里事也不管 也不问 然后因为我们买的房子 就有房贷嘛 有房贷 有房贷 就是一个月她挣钱 就是把那个 1800块钱的房贷还上之后 剩下什么都不管了 家里的一切开支 都是由我来支出 那就是两个人的开支 毕竟是男主外女主内 然后我就是月月花花 你一个月就挣1800呀 那时候一个月 也就挣了三四千块钱 那剩下的钱呢 剩下的钱她都自己花了 然后有的时候 手紧的时候跟她要 她就不给 所以在经济上面 已经有分歧了 对 跟我分特别轻 除了经济上面有分歧 沟通多吗 不多 什么状态呢 因为她做那个 吃床美奉 就是干那些活 就是一些商场和超市什么的 因为人家白天营业呢 她就是晚上出去干 然后回来白天 需要就是休息 就因为这个工作性的原因 我们就是分开住 这个状态有多久啊 有小半年了吧 那你现在怎么想呢 我现在就是说 我努力挣钱 然后把日往好了过 那你来这干嘛呀 都听你的呀 不是都听我的 就是来这儿的目的 就是现在这个日子 就是我也想好好过 但是过不下去这个状态 因为孩子 像辅导作业呀 孩子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开销啊 然后家里的一些开销啊 他什么都不管 他挣钱不是说 房贷之后 剩下就没有钱了 他那个钱 就是花在自己身上了 给我跟孩子 就一点也不花 我们家现在有一辆车 我觉得家庭就是一辆车 就够用了 就是前一段时间吧 他又买了一辆车 又花了好几万块钱 就花两万块钱 那个是我朋友 他那车不要了 然后是个小轿车 我之前工作那车 是个大车 也费油 反正自己开这方面 我就觉得吧 作为一个人 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谁家你说养了两台车 都是开销啊 对 那你们现在 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 这日子过得也挺好啊 又是房又是车还两辆 还有一个儿子 你们还怎么低啊 就是想让他这个脾气改改 他一那个脾气上来的时候 也特别酱 就有一次 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次 就是因为我们那房子 不是有点房贷吗 然后他那个钱 就是还不上了 有两个月 他就想跟我父母借钱 如果借也可以 但是少借点行不行 他一张嘴就借十万 那你说谁家 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钱呢 完了当时我父母就没同意 完了他就生气 就跟我父母说了一些 用不着的话 就说亲戚就是以后 就不要再来往了 有啥意思啊 我就是后来回来 说了他两句 他也就是不听 然后他好几天就没回来 就得朋友都住了好几天 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 你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僵 对吧 你跟他父母的关系也很僵 对 公公婆婆不会帮你们了 岳父岳母也把你们给堵那了 我感觉他爸妈应该帮了我 是不是 因为是他提出要单过的 一直我的概念就是 一家人在一起可以互相帮衬的 对 然后他出来了 我是也说了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你可以啃你爸 啃你妈妈 不是这意思 就这意思吗 我爸妈也是属于工薪吧 工薪也可以啃呢 我不是这样的人呢 你啃没啃 我从小到大我没啃过 没啃过 我不是属于啃老族 好吧 那你干嘛不搬啊 搬出来了 之前干嘛不搬 干嘛对这事这么有意见 干嘛搬出来之后 你还房贷要问他父母借钱 不借你就跟人闹矛盾呢 是他提出来的要 所以他要承担后果 对啊 我现在是说你 好